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最能让女人上瘾吗 男人们今天再教你们一招 记得点赞收藏 女人们呢 你也要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呀 我是女人 我懂得女人的心思 让女人一时着迷的很容易 但是呢 你让她时时刻刻的想着你呢 很难 这第一呀 男人们 你们一定要记住了 你得学会装 想要让女人更爱你呢 一定要保持理性 不要过分的暴露你的需求 要学会保持神秘 人性啊 她就是这样 越是琢磨不透的呀 她就越感兴趣 那什么样的男人最有魅力呢 就是那种好像是拥有了的 但是呢 又没有完全拥有 别以为女人就没有了征服欲了啊 你越不把她放心上 她就越想把你征服了 爱情里的小游戏啊 它是越玩越有趣的 你不好把控的 她才会一直追着你 得不到的永远才是最好 这第二呢 就是会冷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 他松弛有度 让你把握不住 见面的时候热情似火 不见的时候啊 就是冷酷安静 在一起的时候呢 如胶似漆 分开的时候若即若离 偶尔还会玩个小消失啊 让他呢 琢磨不到你的脾气 他主动找你呢 你就积极配合一点 他不找你啊 你也别太在意 有矛盾了呀 给个台阶下 让他消消气 聊天的时候呢 话聊三分 让他意犹未尽 浮想联翩 过不了多久 他就会把你当神仙伴侣 如果对方付出真心呢 咱就要用真心去对他 如果对方是虚情假意的呢 那你呢 也可以随时转移啊 你有你的兄弟 他有他的姐妹 是不是啊 你有你的饭局 他有他的厂子 你不关心他有多少男闺蜜 他也不关心你有多少红颜知己 你爱我呢 咱们就相伴一生 是不是啊 你要不爱呢 咱就相忘于江湖 记住了哈 说最甜的话 做最狠的事 没事的时候呢 你就多看看我的视频 会让你心旷生意